音樂 就算聞下去 我已經聞到那股牛油的香氣了 300元 其實只喝也能喝到很濃的牛骨味 元朗區一向有多東西吃 但這裏還是餓苦藏農的地方 因為很多在星級餐廳工作過的廚師 都會選擇在這裏開餐廳 吃貴了,我們有沒有預算? 那你就錯了 我今天拿著300元 帶大家吃足一日四餐 星級的味道 跟我走吧 今天我們的路線 會先去ABC Bakery吃個早餐 LUNGE就和大家去木月行的元朗店 下午茶就會去兩口小吃吃餐台式Tea 最後就用老家的宵尾做dinner 結束我們的行程 間間的大廚背景都不惹小 講完我也覺得自己很幸福 哈哈哈哈 我愛公司 我愛上班 那半島酒店的Skong 出名大家都知道 接下來要去這間ABC Bakery 正正是前半島餅房的高餅師主理 果然也很餓 馬上進去吃肉餐 先試試看 耶 買到了 那鷹式鬆餅正常就會有原味和提子味 正常吃下去應該會是外面脆脆的 裡面是鬆軟 還有咬進去都不會黏牙和黏口 英國人吃早餐可能會是中間玩把刀切開 再塗一點點奶油或果醬 很他條的 炭杯茶 由於我們現在在香港 所以我們就用地道點的食法 那我撕開給大家看看 咬下去 你感覺到裡面鬆軟 吃到外面是有一層硬 是不會太膠 是真的好吃 我覺得喝了忌廉 才是全培 但是現在就這樣吃都可以的 這個鬆軟是二十元三件 雖然導演說他覺得還好 這個價錢 我覺得其實是超划的 我不知道導演平常吃什麼 但是我覺得它是超划的 好 那我們現在下一站 就去沐浴巷吃個午餐 今晚不巧他其中一個老闆 其實也是半島酒店前的大廚 所以我現在期待值得好 期待 剛剛坐下了 就馬上點了一碗紅燒牛麵 聽聞他的湯底是非常出色 而且這裡的環境 我覺得快到午餐時間 其實已經半場坐滿人 但是環境都很舒服 很乾淨和寬落的 哇 這麼快我也吃 這麼快我也吃 謝謝 好 我不等大家拍拖廚了 我真的要先吃 牛肉麵 怎麼可以不趁熱吃的呢 通常第一 當然要先試一下湯 嗯 有啊 有啊 有那種淡淡的藥味 它是 八角味是很香的 看上去是 筋肉是分明的 但是吃下去 它那個筋的位置 都有一點點黏透的感覺 而且老得好入味 剛剛好 一般吃傳統牛肉麵 都會有蔥花 酸菜 和蔬菜 配給你 其實這裡做到合格了 有些店舖會給你蒜苗 不過呢 傳統牛肉麵 有時可能都會加些豆瓣醬 那這個湯底呢 我就不太吃到 但我不想定廚師 有沒有加 我們等一下會問一下它 那如果一般在台灣吃呢 大家有印象 都會記起那個麵條 其實是一些粗身一點的 掛湯一點的麵 不過這個呢 就要幼身一點 但是呢 我覺得它的掛湯力都不錯的 起碼呢 你就這樣吃呢 都會吃到那個牛湯 是有味 究竟這碗牛肉麵的湯底 有什麼巧妙 一於入廚房問一下 這班前半島大廚啦 我們在之前的家人樓 都做過 我自己做了15年 都做了20多年 阿潤都做了幾年 我們自己拿牛骨回來 都拿50磅煲湯出來 去調整湯底出來 主要我們用兩隻 一隻是骨類型的 一隻是銅骨類型 它中間會有些油脂 煲出來的湯會帶些油脂的香味 還有會有些濃厚的骨味 這個呢 雖然它雖然都是骨 但它帶有些肉在上面 所以煲出來會有些肉味 主要是用這兩種骨 煲出來帶骨香和肉味 這個湯底呢 就純牛骨湯 我們煲 我們另外煲牛肉 就會加些藥材 還有我們自己備製的糖 成分在裡面煲 還有醬油去煲 煲完之後 將兩種湯混合在一起 就是我們的牛肉湯底 我們的牛肉麵有牛展芯 還有紅蘿蔔和白蘿蔔 我們用美國的牛展芯 煲一個半小時 再煲多九個字 讓我們的牛肉入味和軟 我們的白蘿蔔都用台灣品種 紅蘿蔔就用泥蘿蔔 這個就是我們毛月行的牛肉麵 聽廚師們說這碗牛肉麵 由假麵條配搭湯底到選擇配料 整個配搭足足用了近九個月時間 難怪得這麼受歡迎 除了牛肉麵 用雞腿肉自家醃炸的鹽酥雞 和蟹肉炒米粉都同樣值得一試 剛剛就已經吃完兩餐的星級食物 下一餐就是台式小食 它就是一個限量發售的艾包 其實說完也有點期待 立即去試一下艾包可以有多好食 這個細小間的小食店 就是由蘇根和June這對小情侶一起打理 主打艾包和台式小食 廚房渣費人蘇根 還做過很多間米芝蓮餐廳 跟過Bumbana、Anna Sophie Pig Richard Aquabas等多位米芝蓮世界升級名廚 但是Find Dining的經驗 怎樣令它的艾包有不同呢 首先是它需要你的標準很高 我經常說很簡單的就是 切東西其實所有人都懂 但怎樣為之切得漂亮 怎樣為之切得不漂亮 是兩個層次 另外就是它去接觸食材 你怎樣去接觸原材料 怎樣去用它 怎樣去煮它 因為煮得恰如其分呢 這個是那一回事 當我自己這樣開了一間店 你有這些概念的時候 你很容易有想法 其實這個菜單很多都不是半製成品 我們差不多八成左右的東西 是自己由原材料去建造出來的 在說雞、蝦餅、菇等 其實都是想保持原材料 即是用蝦餅 用蝦醃製成品 加少許魚露、加少許鹽 然後就打底 另外炸雞的也是 就是醃製成品 然後就上炸粉炸 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想去保留 你吃到雞有雞味 你吃到菇有菇味 你吃到蝦有蝦味 而不是說吃了那樣東西 都不知道在吃什麼 如果你不告訴我 現在這裡在香港 我會當我是在台灣吃的 它的味道真的有那種 古早味的甜味在這裡 還有豬腩肉是入口即溶 我咬這一口其實是咬到它的肥肉 但它又不會太油膩 有一種真的在口中溶化的感覺 平時吃的捱包 可能咬下去會有一點黏牙的感覺 但這個是完全沒有 所以覺得很好吃 因為剛才我來的時候 就說了一句 車捱包有多好吃 剛才試完一口就覺得 真的很好吃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有什麼好吃的秘訣呢 因為我也試過外面那些 那些是真的沒什麼口感 粉粉下去就會等它煙韌一點 還有糖那方面我調高一點 因為我夾東西 始終會變一些鹹的 如果包甜一點 它可以帶一點點 那我有一支醬就是 突然它整件事輕輕一點 哦 然後加了一些花生碎 花生粉和糯米 口感很棒 那些東西 然後酸菜 酸菜自己炒 那個腩肉其實都偏偏的 吃得出的話 所以芫荽 其實芫荽很重要 很多客人都會走芫荽 但是芫荽真的是重點 只有一個包 對 你吃下去沒有芫荽 沒有芫荽 是搶了一個香氣 是啊 是啊 好 現在已經天黑了 時間是六點半 那我們來到最後一站 其實我想說是真的飽 有少少吃蘿蔔 但是因為現在是要吃滷水 所以我也OK 真的有點期待 我本身也挺喜歡吃 不過這一間 我真的未聽過 進去看看 老家 廚師其實在退休前 在一星的宜東軒 做過十多年的燒尾部 然後也在容忌任職過 所以我相信它的叉燒一定是好吃的 那我就用僅餘的預算 就點了這個蜜汁叉燒黃 還有點了一個酒鮮醉雞卷 希望有一個豐盛的晚餐 吃兩樣的 先試一下叉燒 正在看樣子 其實都看到是肥瘦均勻 兩樣都有的 還有它蜜汁味真的很出 一吃下去 除了肉很彈 還有蜜汁的味 重點是焦邊的效果也很出 咬下去不停咬到脆皮的位置 試這個醉雞卷 有什麼 都是玫瑰露嗎 醉雞 就是玫瑰露再加兩種酒 對 酵興酒一定有 對 然後另外一種是 是 師傅的秘密武器 既然在樓面找不到答案 就直接進廚房找師傅 師傅剛好準備下一轉要燒的叉燒 這塊是叫做梅肉 是豬的頸部份 整條豬肉我們要求有半肥瘦的豬肉來切 你外外見 突出這一塊 我們所謂行內人叫做豬中肉 豬中肉除了肥瘦適中之外 還有爽滑的效果 我個人認為最好吃這塊 剛才我也吃了一塊爽滑 沒錯 就可能這塊 有些彈口 對 中間這些就是半肥瘦的軟滑 平均來說一條的厚度就四公斤 你看到它也很有焦香 我覺得它的焦邊已經很吸引了 還有陀螺滴滴滴滴滴 很想吃奶 為何有些穿得很濃密 我們才知道那麼多 就是做到有空間 能夠把火的一條叉燒 都達到有焦香的水準 所以我們要求比較高 師傅 你這樣放 剛才不要放那麼濃密 讓火是均勻一點 是你自己想出來 還是有再老一點的師傅教你 標準是怎樣定出來的 這個是我的女兒教我的 你嘗試穿梭一點 每一條叉燒到有水準好嗎 這個建議我立即停止 想到是對的 所以在對的情況下 我就接受了 再繼續切多點給他們 好 現在切多點給你拍 好 先放在哪裏 好 好 好 這條 是這條 太太很證明 拿一隻碟下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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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真正的師傅在這裏 其實真正的師傅在這裏 師傅 我知道你其實都在很多間知名食庫打滾過 其實做了這麼多間 你覺得哪一間的經驗是最幫助到你 現在自己開這間老家呢 每一間都有它給我的得益 例如中環威廉頓家的容器 它賣燒蠔出名 它用的燒蠔除了新鮮之外 它用梅子醃製的燒蠔 可以令肉的香味拿出來 我認同 最近我做到退休在宜東酒店 它有它的優點就是要求高 所以每一間都給我的低益 所以現在就是雜角家之大成 沒錯 最主要就是我背後有成功的女人之志 好 至理名言 這句一定要唱 不可以剪 宜東也沒有這個好處 知不知道這裏的叉燒甜在哪裏 甜在師傅剛才那句 謝謝 試一圓 看看我用剩的錢 其實雖然吃了300元 但我覺得現在肚子有1000元的份量 不過我又不覺得它們太升級的感覺 因為起碼它的叠菜拿出來 你不會覺得它是很精緻很細緻那種漂亮 但跟小店的價錢和質素一樣 我又覺得其實是遠超預期的了 如果有甚麼路線或主題 可以在下面留言 建議我們拍這個旅遊指引 希望大家留言會留言高級餐廳 打卡餐廳 以及港女郵輪的體驗給我試一下 下次再見 拜拜